字幕antis.lu.0 字幕作€ step 3 字幕導致 字幕控制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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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珮雯 那我們今天歡迎到 Cindy老師 大家好 我是Cindy 那Singy老師是我們居家心上真人的英語老師 那老師想要請教你為什麼會想要開始教英文呢? 當初是因為我生小孩的關係 所以就對教育這一塊產生極大的熱忱 那我是先從幼兒英語跟兒童美語開始教 然後才漸漸教到成人這一塊 那老師可以請您跟我們分享說 您對英語教學上面的一些理念和想法嗎? 那英語的教育學呢這個部分我是在國外進修的 所以受到國外的影響我們都是以人為出發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雖然是同一份教材 但是我們會依個人不同的生活經驗 然後來做回答上的調整 就是個人化的學習這樣 那可以幫我們舉例一下說會怎麼樣去調整你的教學嗎? 好比如說因為我們就像這邊 聖上教學的學員的年齡層是很廣泛 所以有的目前還是在學的學生 可能國中生或高中生 那他們在面對一個閱讀教材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有 剖析文章或是交叉分析的能力 那我就會請他們講出課文的主旨或大義 請他們練習說英文 對 那針對像出社會的人士的話呢 我就會請他們做比對 比如說為什麼 或者是說分析原因跟結果 然後再發表他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其實就是針對每個人的狀態去挑戰您的教學的模式 對 那老師您在聚將主要教的部分是在哪一塊呢? 目前的話是有生活繪畫、發音還有雙語 那在發音這一塊的話 老師您會怎麼樣去帶您的發音課程? 發音的部分的話我們都會 我會先用鏡子練習 那請他們在鏡頭上看到我整個講話的嘴型 然後我也會帶出他們 我們在講中文的時候 是不是有相同的嘴型 讓他去做比較 然後我也會用圖把它畫出來 這樣啊啊啊啊啊啊 嘴巴是這樣多大這樣 所以老師也會重視圖像式的教學方法 對 圖像式的教學方法是我們現在 在教育這邊是非常重視的一塊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像傳統一樣的背單子 或者是背句子 然後不知道他要怎麼使用 就像以前國高中 我們可能就是一直在念課文 對對對 所以的話我就會把 我碰到每一個生字的時候 如果學生問說 不知道這個生字是什麼意思 我就不會直接的把它翻譯成中文 我會用圖畫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比較容易理解 比較容易記得 那老師最後要請您 給我們的同學一句鼓勵的話 好 就是呢 其實每個人在語言方面呢 都是一樣的聰明 有一樣的天賦 只是可能擅長的方 擅長的地方不同 所以大家只要持續努力練習的話 就一定會達到自己的目標 聽完之後我都超想上 Sindy老師的英文課 去增加我的英文的能力 那記得來上我們老師的課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